好各位学员 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财产转让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咱们先来看一般情况 对于财产转让的应纳税所得 它用的是核算扣除 拿每一次转让的收入 这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包括之前财产租赁所得那 租金收入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然后来减财产的原值 也就是我现在所转让财产的成本 我当初取得它 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取得成本 然后再减掉合理的费用 那这就是我现在转让这个财产 对吧我的收入扣除我为了转让它 我所付出的代价成本费用 那就是所得额完了成20%来算 OK那么我们来看原值跟合理费用如何来确定 先来看财产原值 那得看我们卖的是哪一类财产 如果卖的是有价证券的话 那看的是买入价 以及买入时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在这里呢 我们要尤其关注转让债券 它的这个原值的确定 考试可以设计计算 因为像债券的话 我们可能是分批次购进来的 然后呢 每一次购进来的这个价格 原值成本它可能不一样 接下来我去卖的时候 我也不是说把手上所有的债券一次性都卖掉 我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去卖 所以怎么来确定我所转让债券这部分的原值 我们用的是加权平均法 来确定能够减除的原值跟合理费用 什么叫加权平均法呢 比方说 我买这个债券第一次买了1万份 花了3万块钱 第二次买了5000份 花了1万块 好 我前后两次呢 产生了相应的费用 假设是1000块 那我现在呢 有15000份债券在我手上 对不对 假设我现在卖出了单中的8000份 我能从8000份债券的转让收入单中 扣除多少原值呢 你这8000份债券到底按哪个价格来算原值呢 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就把你买债券 所支付的总成本 去除以你购进债券的总数量 我们可以算出每一份债券的购进成本 每一份债券的原值 对吧 比方说 你前后买的这两次债券 一共一笔3万 一笔1万 还有一笔是1000 这是总成本 花这么多钱买了15000份债券 所以这是每一份债券的成本 那我现在卖了8000份 我就乘以8000 这就是我这一次转让8000份债券能够扣的原值 OK我们进一步探公式 你一次卖出某一种类债券允许扣除的买价和费用 照那指的就是允许我们扣的债券的原值 以及合理的费用是多少 来你看他是拿纳税人购进债券买入价和买进过程中缴纳的税费 这不就购进成本总成本吗 去除以购进债券的总数量 你看这算出来的是每一份债券的购进成本 来乘以这一次卖出债券的数量 你卖了多少份 那就是能够扣的原值 好当然还要考虑卖出债券过程当中 也会缴纳相应的税费 这其实就是合理费用 整个这就能扣的原值跟合理费用 好一定要会算 来我们看题 中国居民来福 2022年7月份购入债券1000份 每份的买入价是10块钱 那支付购进买入债券的税费 一共是160 然后9月份呢 把买进来的债券一次性卖了700份 所以1000份的债券卖了700份出去 每份的单价14 那就就是转让债券的收入 好那我们可以扣的原值 跟合理费用呢 那原值我们要用加权平均法 你当初买1000份债券 每一份10块钱 以及加上买1000份债券 花了160的税费 去除以这1000份 算出来的是每一份的购进成本 好那你现在卖了700份 这就是700份的债券对应能够扣的原值 购进成本 以及本次卖出债券产生税费120 这是不是也能去扣除的 所以括号里边是能扣的原值跟合理费用 那你把收入减掉原值合理费用 再乘20% 那不就是个人所得税了吗 好所以关键还是要去确定 能够扣的原值跟合理费用是多少 一定要会算 好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转让的是建筑物 那我建筑物的原值 咱们就看 这房子如果是自己建的 那就建造成本是原值啊 取得成本吗 这房子如果是我买进来的 那我购进的买价 加相关的税费 那不就是我的购进成本原值吗 好那如果我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 那就是我取得土地使用权 所支付的金额 开发土地的费用 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就这块地的成本吗 如果我转让的是机器设备 车辆船舶呢 那就看我当初买这设备 买这车辆船舶 我的买价 我的运输费 安装费等等 对吧 这些费用 那就取得成本吗 好 所以这个地方重点还是要关注 债券 对吧 相应的原值跟合理费用的计算 好 那我们说 如果纳税义务人 他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的 不能按照上述方法来确定财产原值的 OK 那么事务机关 他可以核定财产的原值 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对应的原值凭证嘛 那就由事务机关来核定咯 好 这是原值 那你的财产转让所得里除了收入减原值还能减什么呢 合理费用 这个合理费用指的是卖出财产 我们所支付的相关税费 转让财产的过程当中 按发生的相关税费 好 这是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的一般规定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些特殊计税规定 这些特殊计税规定呢 有的是考文字信道考题 考小题 那有的呢 它是可以考到计算的 来 首先是个人 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企业所得税那说的撤资减资 就本来我投资一个项目 跟别人一起合作 结果现在我不玩了 我要退出 所以他说 因为各种原因 终止投资啊 终止联营经营合作这些行为 那我都终止投资了 我原来如果说 我投了一百万进去 我现在不干了 我是不是要把本钱收回来 同时还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补偿 所以他说 我们终止投资以后 我们从被投资企业那 咱们所得到的收入 包括股权转让的收入 还有像违约金 赔偿金 补偿金 不管是什么明目的款项 只要是我终止投资 从被投资企业那 或者说从这个合作的项目那 我收回来的款项 这都属于我的收入 属于财产转让收入 相当于我把我 这个投资这个事 我给他给转让了 相当于把股权转让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那我收回来多少钱 都是收入 比方说收回来一百二十万 那么一百二十万里边 有一百万可是我 之前的投入成本 所以呢 减去原来的实际出资额 还有相关税费 剩下的就是所得额 对吧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交割税 所以这个地方的定性 一定要清楚 财产转让所得 一般都是考小题 文字性的考题 OK 接下来是个人转让股权的 所得税政策 这块相对来说 在咱们考试当中 是高频考点 而且很喜欢考一些 文字性的表达题 来 首先一般规定 转让股权 那不也是财产转让吗 所以我们是拿 股权的转让收入 减股权的原值 减合理费用 所得额嘛 好 所以一会儿我们会来说 转让收入 股权原值 合理费用 这些如何确定的事 那你注意 个人的股权转让所得 转让方是纳税人 因为他获得所得了嘛 而支付 转让价款的那一方 其实就是 受让方 他是花钱买股权 那他既然是支付方 他要代扣代缴 那是人的 个人所得税 所以这是以受让方 作为扣缴义务人 另外 扣缴义务人要于 股权转让相关协议 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 要把股权转让的 有关情况呢 报告给主管事务机关 所以这儿 谁是扣缴义务人 然后呢 扣缴义务人 要在多长的时间内 把这股权转让的情况 报送给事务机关 这也是可以考小题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 你股权转让收入 怎么去确定 你不是算财产 转让所得吗 那这个股权转让收入 那就转让方 因为股权转让 获得的 包括货币形式的 非货币形式的 只要是有经济利益流入的 也不管它是什么 明目的款项 那都属于股权转让收入 卖掉股权 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流入 那注意 以这个股权转让收入呢 我们要遵循公平交易原则来确定 就是说你的股权转让的这个价格 你不能太低 那么在实际当中呢 像个人的股权转让这一块 是经常出现税收风险的这一块 因为好多人他会去 转让股权的时候 去压低 这股权转让的收入 从而导致呢 国家那边就会有相应的税款的流失 所以在实际当中税务机关 都是死盯着这种个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收入 因此你这个股权转让收入的价格 就这个收入金额 得符合一个公平交易的原则 言外之意就你不能太低 所以说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税务机关他可以出马 来核定你股权转让的收入 就说你们之间是有股权转让 但你们之间那个股权转让的价格 这收入我不认 什么样的情况下 税务机关他不认呢 他来核定呢 来第一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没有正当理由 这些作为多选题要知道 你收入太低了 你是不是在避税啊 对吧 想少交税啊 而且你还没有正当理由 你说不出个原因的 那当然税务机关核定咯 第二 没有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 逾期还不申报的 你看给了一次机会 你一直不来申报 那税务机关只能给你核定咯 好 转让方无法提供 或者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 有关资料的 所以你转让方是不是有所隐瞒呀 你是不是就知道 你这股权转让的收入有问题啊 你不愿意提供相应的资料啊 那我更要来给你核定 股权转让的收入 第四个是兜底的 所以三个情形作为多选题 要把握好 OK 那么待会儿我们再来说 你怎样属于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那怎样是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但是有正当理由 如果有正当理由的 那不用税务机关来核定 只有那种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又没有正当理由的 才会由税务机关呢 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这也是多选题 曾经考过 怎样是明显偏低 理解就行 你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 就这个股权本来就是对应所有者权益份额的 正常我收购这家公司的股权 那人家的净资产 如果是这个100万的话 那正常我是不是应该付100万 对吧 那如果说我多付了 那说明可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个 我们在会计上说 对吧 那叫商欲 那叫商欲 那我们现在说法上 我们现在在这儿 我们不谈那个商欲的问题 那我们就说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 你去收购一家公司的股权 那你这个收购价格 应该是对应人家的那个净资产的金额 对不对 这才是正常的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收购价格 也就是股权转让收入 你站在卖方来说 它叫转让收入 站在买方来说叫收购价格嘛 都一回事啊 好 那如果这个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收入明显偏低啊 而且说被投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 房地产企业为销售房产 知识产权 探矿权 采矿权 股权等资产的 那么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 这就叫明显偏低 为什么这儿强调是公允价值份额 因为你的被投资企业 你的资产 主要是一些什么 土地使用权呢 对吧 房屋啊 还有一些无形资产呀 那这些资产 我们往往要用 供允价值来认定它的一个价值 那你资产的供允价 减去负债的供允价 那不就是净资产的供允价值吗 第二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初始投资成本 或者低于 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 和相关税费的 比方说 我原来 我持有这个股权 我当初花了100万 我现在把这股权给卖了 我花了10万块 就把它给卖了 那凭什么呢 那是不是收入太低了呢 那你凭什么 我100万买进来的东西 我现在10万块 把它给卖了 我傻呀 我不傻 明显偏低 肯定有别的原因 好来 第三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相同 或类似条件下 同一企业 同一股东 或其他股东 股权转让收入的 就我们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东 我卖这5%的股权 我卖100万 人家卖5%的股权 就别的股东啊 卖5%的股权 人家卖300万 凭什么我只卖100万 太低了 不行 好 第四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相同 或类似条件下 同类行业的企业 股权转让收入 哎 你都低于一个同行的水平了 那是不是明显偏低 第五 不具合理性的 无偿让度股权 或者股份 哎 我把这股权 我无偿送送给我的好朋友 没有原因的 不具合理性的 不是正儿八经的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 好 那这种的话呢 我们也属于 你这个股权转让的收入 明显偏低的情况 OK 第六个是其他的 所以 什么样的情况 是明显偏低 我想你乍一看 都能够分辨出来 好 那我们说如果说 这种 股权转让的收入 明显偏低 完了又没有正当理由的 事务机关 他就有理由 怀疑你有避税 那他会给你核定 股权转让的收入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但是他有正当理由呢 那我们就不需要 由事务机关 来核定 股权转让收入了 那怎样是 有正当理由呢 哎 也是作为多选题 要知道的 来第一 能出具有效文件 证明被投资企业 因为国家政策调整 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 导致低价转让股权的 你看我是因为国家政策调整 导致我的生产经营不好了 这股权我就是想卖高价 我都卖不出去了 我的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 那你只能低价转让股权 那此时 你的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 没关系 正常的 这就叫有正当理由 你是正常的 价格低 没关系的 第二 继承或者将股权转让给其 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 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 父母 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以及兄弟姐妹 还有对转让人承担抚养 或上养义务的 这种抚养人 上养人 那我们要是把股权 那你是低价 转让给什么配偶啊 父母啊 子女的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就好像我要是我家里的房子 我要是卖给我哥哥 那我肯定会便宜卖给他呀 我们是一家人 对吧 一家人就不去谈什么挣钱的事 价格往往都很低 甚至可能都没有这个价格 对吧 那么这都是正常的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好 第三是相关法律 政府文件 或者企业章程规定 并且有相关资料 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 且真实的 本企业员工持有的 不能对外转让股权的内部转让 你这是内部转让 本来你就不能 在正常的 这个交易市场 公开的去进行转让的 你是属于内部转让 低价转让 很正常 这是正常的 好 第四个 那就属于 双方能提供有效证据 证明其合理性的 其他合理情形 主要是前面三条 都是认为是正常的 股权转让收入低 没关系 是有正当理由的 好 那接着我们说 如果是属于 你的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 又没有正当理由 是不是税务机关 他要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还有就是 我们说逾期 一直不申报的 对吧 还有不提供 你相关的股权转让收入 有关资料的 那不都得去 由税务机关 核定股权转让的收入吗 好 这就谈到 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呢 注意按顺序 按顺序 这也是一道多选题 一个是净资产核定法 一个是类比法 一个是其他合理方法 来 所谓净资产核定法 就你这股权转让收入 我按照每股净资产 或者股权 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来核定 本身你的股权转让收入 你得对应 人家的净资产份额嘛 对吧 那我现在觉得 你那个股权转让收入太低了 那我怎么来核定呢 我就看你那个 净资产的份额 对应有多少 来核定你的股权转让收入 被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 房屋 房地产企业 为销售房产 知识产权 碳矿权 采矿权 股权等资产 账到企业总资产的比例 超过20%的 那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参照纳税人提供的 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因为你像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用到这些个资产的 评估价值 也就是公允价值 对吧 进一步算出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份额 然后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那这些个资产的公允价值 从哪来 找评估机构啊 评估公司啊 但你得花钱 你要支付评估费 对吧 你花钱了 才能找资产评估公司 给你出这种评估报告 好 那说六个月内 如果再次发生股权转让 且被投资企业净资产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 OK 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参照上一次 股权转让时 被投资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 来核定此次股权转让的收入 言外之意 如果你接下来在六个月内 你头一次 你不是提供过这种资产评估报告 对吧 由这个税务机关来参考 他来核定相应的股权转让收入了吗 对吧 好 那如果说六个月内 我又发生了股权转让 而且呢 净资产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 那这个时候税务机关了 他可以给我省钱 我不用再去找一个评估公司 来给我重新评估这些资产的供应价了 税务机关 他可以直接按照我前面那一次股权转让时 评估公司给我出具的评估报告 他参照这个评估报告 来核定本次的股权转让收入 就给我省钱嘛 好 那考试考过 这个时间 几个月内 六个月 六个月 好 这是净资产核定法 那净资产核定法不行的 那就类比法 类比法说白了 参照相同或者类似条件下 同一企业 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 股权转让收入来核定 我看别人转让股权 卖多少钱 我来核定 或者参照同行的 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行企业股权转让收入来核定 这叫类比法 好 然后第三呢 叫其他合理方法 都抵的 OK 好 这是关于股权转让收入的确定 那接下来 股权转让收入 是不是要减股权原值 然后减合理费用 那你转让股权的原值 怎么确定呢 看是什么方式取得的 这也是注意 多选题 如果是以现金出资方式 取得到股权 那就是我实际支付的价款 加相关税费 那就三个字 价 税 费 我为了得到股权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好 如果是以非货币性资产 出资方式取得股权的 那我投资入股时 非货币性资产的价格 这其实就是 我当初取得这个股权 我所付出的代价 我是拿非货币性资产 去投资一个公司 从而取得它的股权的 那我非货币性资产的价格 一般都是那个市场价 供应价是多少 加上取得股权 发生的相关税费 对吧 来认定我这股权的 取得成本原值 好那如果是通过无偿让渡的方式 取得股权的 那往往是取得股权 发生的合理税费 加上原池有人的 股权原值 比方说我现在得到的这个股权 是你送给我的 无偿让渡的方式的 那我得到这股权发生的税费 以及这个股权 在你手上的原值是多少 现在挪到我这来了 你无偿送给我了 那就作为我取得股权的原值 来确定吧 好那被投资企业如果是以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从而持有股权的 好那么那就看你这些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 你的转增金额是多少 你转增有转增多少股本 那就是股权的原值 加上相关的税费 作为股权原值 OK 总之就你为了得到这个股权 你所付出的成本代价 然后接下来对于个人多次取得同一倍投资企业股权的 转让部分股权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加权平均法来确定股权原值 就有点像之前那个转让债券 因为他们有相同点 你债券也好 股权也好 我都有可能是分批次买进来的 那每一次买进来的价格不同 然后我现在卖出去的时候呢 我不是一次性把什么债券啊股权啊都卖了 我只卖了一部分 所以我要确定此次所转让的部分的债券呢 部分的股权的原值是多少 用什么法 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 所以呢在这儿 我们给大家呢 做一个串联 我们在前面包括企业所得税 以及我们在个人所得税这张单中 老是有什么加权平均法啊 什么先进先出法的原则来确认什么事儿 我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再捋一下 除了刚刚提到的 个人多次取得同一被投资企业股权 那如果转让部分股权的话 是加权平均法 确定股权原值 还有前面讲的转让债券 对吧 也是加权平均法 确认此次所转让的债券 它的原值跟合理费用 这两个是加权平均法 那么还有两个地方呢 提到的叫先进先出 一个呢 是我们个税这儿 讲到股息差别化政策 对吧 你个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分回来的股息 能否享受税收优惠 得看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 是不是免税 那这持股期限 我们是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 来计算持股期限 就你先取得的股票 我们当作先卖出去 来看它的持股期限的 这是股息差别化政策呢 先进先出 再一个是在企业所得税那儿 对于基础设施REIS 记得吗 如果是原始权益人 通过二级市场 认购基础设施REIS 份额的 那我们是按照先进先出原则 来认定优先处置 战略配售的份额 这两个先进先出 那另外两个加权平均 咱们对比在一起 这样好记忆一些 好 接着是纳税申报的问题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呢 是以被投资企业的所在地 事务机关 作为主管事务机关 你想啊 你转让的是人家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那么当然这个事儿 当然要让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 事务机关知道了 因此是在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 事务机关那儿去报税 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 应当依法在4月的15日内 想被投资企业所在地 税务机关呢 申报拿水 欧了 好 这就是转让股权的一些政策 考试都是一些文字性考点 来我们练练手 多选题 下列转让行为 应该被视为 股权转让收入 明显偏低的 来A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 明显偏低 好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和相关税费 你都低于你的成本了 明显偏低 不具有合理性的 无偿让度 无偿转让股权 你都不具有合理性 显然明显偏低 好 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 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 你低于一个同行业的水平 那当然明显偏低 那只有ABCD 你多选题最多选四个 选项D 什么被投资企业 拥有土地使用权 等资产的个人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 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 供应价值份额20%的 我们没有提到这句话 是不是 只是我们说 在用净资产 核定法 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时候 如果涉及到 咱们这个被投资企业 它有什么土地使用权呢 房屋啊 还有什么探矿权啊 等等啊 这些资产 占到它全部资产总额的比例 超过20%的 那么说主管税务机关 它可以参照 这个中介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 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对不对 说的是那么回事啊 好ABCD 接下来单选题 对个人多次取得 同一倍投资企业股权的 计算股权转让 所得的时候 股权原值的计量方法 怎么来确定 应该是选C 加权平均法 是吧 包括转让债券 能够扣除的债券的原值 跟合理费用 也是加权平均法 好了 再来单选题 个人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 且没有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对其股权转让收入 进行核定征收时 首选的方法是什么 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首选净资产核定法 然后是类比法 然后才是 对吧 其他合理方法 所以应该是首选 并净资产核定法 好 再来单选题 个人再次转让同一公司股权 且被投资企业净资产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参照上一次股权转让时 被投资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 来核定此次股权转让收入 就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他说 适用于发生股权转让后 几个月内 六个月内 如果再次发生股权转让 并且被投资企业净资产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 那么说了 事务机关可以给咱们省钱 不需要我们再去找什么 资产评估公司出评估报告了 他可以直接用我上一次的评估报告 来核定本次的股权转让收入 对吧 好 再来单选题 他说 个人转让股权所得的 主管税务机关是谁 当然是被投资企业的所在地了 你转让的是人家地盘上的 企业的股权 你当然得让他知道 对吧 好了 选题 OK 接下来 下一个特殊政策 个人收回转让股权 啥意思 就是 我把股权给卖了 我又反悔了 我又收回来了 怎么去征税的问题 来 如果股权转让合同 履行完毕 股权呢 也已经做了变更登记 说明其实 股权转让的收入已经实现了 你看 所得已经实现了 转让人呢 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 这是要依法交税的 然后转让行为结束以后 当事人双方签订并执行 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 退回股权协议的 这是另一次股权转让行为 前一次转让行为 征收的个人所得是税款 不予退回 比方说 老王 他把持有的某公司的股权 卖给了老张 那他们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 履行完毕了 该做的股权变更也变更完了 这股东从老王 把他变成了老张了 好了 那么老王作为 转让股权的那一方 他是要交个税的 对吧 接着呢 你的转让行为结束以后 双方啊 有一方又反悔了 双方签订了 解除原股权转让合同的协议 就这股权不卖了 不要了 那你老王再把它收回来 那再收回来的时候 就是从老张手上收回来 那么说 从老张手上收回来的时候 是当做另一次股权转让 也就是说 当做是老张 在转让股权给老王 那你老张再交 股权转让所得的个税呗 那前面那一次 老王交过的个税退吗 不退 说白了 税法才不管你们之间 对吧 有没有反悔 我就看 你们的法律程序 该走的走完了吗 合同履行完毕了吗 做的股权变更 变更完了吗 对吧 完了你税都交了 你还想这税再退回去 税交了 那就那一次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又发生了第二次转让 对吧 那就按照第二次 继续交税呗 好 那如果说股权转让合同 没有履行完毕呢 还没有履行完毕 比方说 光签了一个合同 还没有去做股权变更的登记手续 这个时候就反悔了 哎呀 这老王说了 股权我不卖了 因为执行仲裁委员会 做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合同 即补充协议的裁决 停止执行原股权转让合同的 并原价收回 以转让股权的 OK 那是人不应缴纳 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 你老王 你只是跟老张之间 去签了一个股权转让的合同 还没有做什么变更的登记 合同最终 其实也没有履行完毕 完了这个时候反悔了 双方之间签了一个 对吧 有这种 哎 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协议的 OK 那就 把股权收回来 而且是原价收回的 那相当于老王 你并没有进行股权转让 不用去交个人所得税 所以你看 第一种情况 合同履行完毕 并且做了股权的变更登记的 这其实就是 当作有两次转让 如果之后再反悔的啊 这其实就是两次股权转让 交两次个税 一次老王交 一次是老张交 那如果说股权转让合同 没有履行完毕 就反悔了 要把股权收回来呢 那就当作一次也没有 就不需要去交个人所得税 好 理解为主啊 OK 接着是个人转让上市公司的限售股 其实这一块 跟企业所得税是一样的 拿限售股的转让收入 减限售股的原值 减去合理的税费 这个所得额乘20% 财产转让所得吗 好 只是说 我们说如果不能提供 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 不能准确的计算 限售股原值的 主管税务机关 按照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 来核定限售股的原值 跟合理税费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企业所得税一样 直接拿 如果不能提供原值凭证 拿限售股的转让收入 乘1减15% 算出所得额 再来乘20% 算个税 OK 好 我们来看单选题 居民个人方某 2018年1月份 开始持有上市公司 50万份限售股 限售期间取得股息红利 20万 然后在21年2月28号 转让限售股 取得转让收入呢 600万 由于历史原因 限售股 它的成本原值 无法准确计量 问你交多少个税 那你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这里边有几笔所得 一笔是限售股的 转让所得 一笔是 限售期间 取得的股息所得 那先看转让所得 600万的收入 由于无法提供原值的凭证 原值无法计量 那直接600万15%一刀切 是准与扣除的原值跟合理费用 好 这是所得额乘20% 这是个税 你要是算企业所得税的话呢 是乘25% 对吧 好 再看股息 股息20万 这是限售期间的 也就是解禁之前 因为持有限售股 而获得的股息红利 我们是不是打五折 减半呀 所以20万乘50% 乘20% 减半征收 一共交多少税 把两笔加一块 好吧 最后104 好了 接下来第六个问题 个人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 如果转让的是新三板挂牌公司的非原始股 赞免征税 什么叫非原始股 是指在新三板挂牌公司挂牌后取得的股票 以及由上述股票资深的送转股 挂牌后的 相当于我们之前谈的 你从公开市场 对吧 去转让股票 就在境内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 我们是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样 那是针对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你的转让是不用交个税的 那这种非原始股 类似于流通股 只不过它是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叫非原始股 那类似于我们上市公司的流通股一样 所以都是不用征个人所得税的 而如果说个人转让的是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原始股 原始股就相当于上市公司的限售股 那这种原始股往往是新三板挂牌公司 在挂牌前个人所取得的股票 往往成本呢贼低 所以现在呢 如果把这个原始股 你现在挂牌了 你给它转让的话 那我们说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交割税 那就没有什么免税的优惠 所以非原始股 相当于是流通股没有割税 原始股呢 相当于是限售股 是要按财产转让所得 交割税的 注意税目判定就行了 好 接下来是关于 香港 跟 内地投资者之间 在股票市场上的一个互联互通 就是说香港投资者 跟内地投资者 可以通过互港通 深港通 来买卖香港那边的股票 或者香港那边买卖我们内地这边的股票 这是深港通 互港通 我们来看一下政策 这块政策也是考文字性的考题 不会有计算 我们看一下 来 首先看个税的政策 一会再来看企业所得税的 咱们一起对比 如果是香港那边的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 互港通 来投资买我们内地的股票 买A股 那么如果有这种买卖A股 转让所得 咱们是暂免征收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暂免征收个税的 因为本身 我们在境内 转让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转让差价所得 本身就不争个人所得税 那你现在是一个香港的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 互港通 来转让我们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他照样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 好 那如果是没有转让 而是一直拿着 完了有股息红利所得呢 这个就不执行上市公司股票的差别化政策 而是由上市公司按照10%来代扣所得税 包括后面那个企业所得税也是一样 这10%是预提所得税 这是要交税的 就没有什么差别化政策 好 这是香港那边的投资者 来买卖我们内地的股票 那反过来如果是内地的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 互港通 去买卖香港联交所的股票 买卖香港的股票呢 那转让的这个差价所得 照样的咱们是免税的 就跟你转让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不争个人所得税一样 你现在转让的是香港那边的股票 而且你是通过深港通 互港通去转让的 那就当做跟转让境内上市公司股票一样 转让差价所得 不用交税 通过基金互认 买卖香港基金份额 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一个道理 也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好 再来股息红利所得的话 那要看是这个H股还是非H股 什么叫H股呢 H股指的是 在我们大陆内地境内注册的企业 但是呢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这样的股票叫H股 所以H股这种上市公司它是什么企业 它是居民企业 它的登记注册地在我们境内 它只是说在香港那边上市 所以它是妥妥的居民企业 因此如果是内地投资者 你去买H股 获得到股息红利 那由H股公司呢 按20%的税率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它也没有什么股息差别化政策 20% 人家香港那边投资者 都没有股息差别化政策 更别说咱们内地的投资者了 没有 直接由H股公司 按20% 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而如果是非H股的话 非H股处于人家在境外注册的 一些外国企业 人家在香港那边上市的 那我们不可能由一个外国企业 来替我们代扣代缴税款 所以这个时候是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按20%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 OK 好 这是有关个税的政策 那我们再来看 深港通 护港通 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如果是香港投资者 对吧 通过深港通 护港通 买卖内地的股票 涉及企业所得税的话 转让所得是免的 股息红利呢 也是不执行什么差别化政策 按10%的税率来预提所得税 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 所以这点 跟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是一样一样的 这是针对香港这边的投资者 去买卖 我们内地的股票 转让差价所得 不管是个税还是企业所得税 它都是免的 股息红利呢 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 包括企业所得税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接着 如果是内地的企业投资者 通过深港通 护港通 去投资香港联交所的股票 涉及转让所得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 因为在企业所得税里边 对于转让股票 对吧 你有转让差价所得 是正常计税的 它没有税收优惠 因此它还是进入到收入总额 征企业所得税 但是个税不一样 个税如果你是内地投资者 买卖香港那边的股票 那这个转让差价所得 它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 因为本身我们转让 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个人所得税 它就不征 所以它连起来的 好 那如果是股息红利呢 我现在是一个内地的企业投资者 我投资香港那边的股票 我获得的股息红利 如果是H股 H股是什么 居民企业 对吗 它是在我们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 只是在香港那边上市而已 所以它是典型的居民企业 那如果说我们 我是一个居民企业 我买了一个居民企业的股票 分回来的股息 要想享受免税 是不是得满足持股期限 在12个月以上的条件 所以内地居民企业 如果连续持有H股 H股也是居民企业 对吧 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 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那H股公司呢 对内地企业投资者 它是不代扣股息红利的 所得税税款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 是企业所得税呢 自行申报缴纳 前面那个个税 个税本来就是由支付方 对吧 本来就是由支付方 来代扣代缴个税 但企业所得税 它没有说由支付 这个股息的那一方 来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这没有 这就你企业呢 自己呢 去申报纳税 前提是你这笔股息啊 如果不免的话 那就要自行申报 那如果持股期限 满12个月 就在12个月以上的 那它才免企业所得税 好 这是H股 那如果是非H股 它就没有任何的优惠 你因为持有非H股的股票 分回来的股息 正常计入收入总额 来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且非H股上市公司 代扣代缴的股息 红利企业所得税 可以依法申请什么呢 税收抵免 因为这是我在境外交的税 非H股公司 人家在国外呢 对吧 我现在从境外 获得一笔股息红利 人家那儿 帮我们扣了 对应的这个企业所得税 那我在境外交的税 拿回来 为了避免重复征税 是可以享受相应的抵免的 OK 好了 这就是深感通 不感通啊 个税跟企业所得税 两个政策的对比 好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转让股票这块的一些个税政策 考试呢 老师喜欢出一些小题 所以我们一起对比来看 来记 那首先呢 是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原始股 那么它相当于上市公司的限售股 所以转让原始股也好 限售股也好 这都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这都得要征税的 这个人所得税啊 都要征税的 好 那如果说是转让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非原始股 非原始股相当于是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也就非限售股流通股 那么都是不涉及交税的 好 这这两个 另外呢 不管是香港投资者 还是内地投资者 去买卖 对方的这个股票 你香港投资者买卖内地的股票 内地投资者通过深感通 护感通 买卖香港那边的股票 那这个转让的差价所得 都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 因为本来转让 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个转让所得 我们就是不争个人所得税的嘛 包括内地投资者 通过基金互认 买卖香港基金份额 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这也是比照 那个股票一样 这都是没有个人所得税的 好吗 OK 来我们看单选题 他说对个人转让新三板 挂牌公司原始股 取得的所得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项目 是什么 你看老师考 显然是财产转让所得 是吗 OK 好再看 2021年 个人取得的股票转让所得 可以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用 选项A 个人转让境内上市公司 限售股取得的所得 限售股 这是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要交税的 跟那个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原始股一样 都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交个税 好 那再来看C 内地个人投资者 转让境内上市公司 自由流通股 取得的所得 你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 转让所得 不争个税吗 对的 好 香港市场投资者 通过互感通 投资上交所 上市A股 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不管是内地投资者 去买卖香港的股票 还是香港投资者 买卖我们内地的股票 个人所得税账 转让差价所得 都不用交税 好 你看内地投资者 通过互感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 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这都是免税的 对吧 好了 C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